壹傳媒五個被告高層 當中行政總裁張劍雄 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 被控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明天提堂 至於副社長陳佩敏等三人 晚上獲准保釋 潘耀星報導 未被起訴的《蘋果棟》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 被扣查一日多之後獲准保釋 離開黃大仙警署 《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也獲准保釋 離開將軍澳警署 旅遊證件被沒收 我對於有兩位同事被檢控我是很難過 還有希望他們都可以盡早保釋出來 我也知道公司《蘋果》的同事 都繼續以很專業的緊守崗位 繼續報導新聞和採訪新聞 我以他們自豪 還有覺得辛苦他們 只想跟他們說這件事 《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 也獲准保釋被落案起訴的兩個高層 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 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 他們被控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禮拜六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國安署也向《蘋果日報》等三間公司 派遞檢控書控告違反罪行 需要派代表認訊 國安法列明公司等法人罪成可以判罰款 和責令暫停運作 吊銷牌照或營業許可證 有線電視記者 潘搖昇報導